你知道你来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意味着你一天之内有可能要见到两到三个病人离世 但是我觉得这个死亡这件事对我来说它是神圣 就是让你需要去敬畏的 对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对死亡的态度 有的时候跟你对生命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敬畏死亡 然后你是进而会让你对活着的生命会更加敬畏 我觉得是这种 安宁就是能做到什么一点 就是我既不会一直拽着你不让你走 我也不会推你一把让你提前离开这个人世 我一个病人我都不能就是有权利选择我怎么离开 然后家人一定说你为了我们你要活着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部分家庭当中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午夜飞行电台 我是VC 欢迎你的收听 今天是我们午夜飞行电台的一期特别节目 一期特别的访谈节目 我找来了我的两位小伙伴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有一些严肃 但是越来越受到更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 王小了说 我们想用这期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 临终关怀和舒缓医疗这件事 而王大了说 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生死观这样的事情 也许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并不足够的专业和权威 但是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思路 也希望能够帮助每一个听到这期节目的人 了解更多关于生命的故事 关于生命的思考 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在曾经午夜飞行电台节目当中 出现过的我的好朋友大池 另外一位是我在一档名为火锅的播客节目当中的搭档 魂沐溪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就是2018年去年的时间 VCA都一直在拍一个跟病人们接触非常密切的一个纪录片 但是不是人间事先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之前会在五月飞行里面会有很多人留言 说VCA是人间事的编导 就不是人间事 但是跟人间事有一点像 然后未来大家能看到 对对对 可能在今年的年底 或许大家能够能够见到这部纪录片的上映 那么大池也是跟VCA一起参与到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 那么他们共同的面对了很多生病 然后甚至是走向死亡的人 对就是在生命最后阶段的人群 然后他们两个跟这些人共同经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这一年可以说对于他们俩来说是直面生死的一年 那么也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 然后让两个人都对这个死亡人生产生了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之前也听到了一些 就是关于临终关怀的一些节目 然后呢可能其中有一些节目的一些观点也好 或者说一些提到的相关的理论也好 和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但并不是说一定是要分一个对错 或者说我们说的就一定对 他说的就一定错 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就是我们尊重大家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个 这个这个尊重大家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看法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所认识到的 所了解到的一些就是对于临终关怀也好 对于生死也好的一些想法来提供给大家 大家可以就是多方面的了解一下 当你说到生死 当我们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生死这个话题 我觉得可以先请大使来跟大家讲一讲 他就是最近的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和生死打交道的经历 经历或者是感受吧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然后跟VC一起去拍一个关于就是生死的话题的一个纪录片嘛 然后被分到了就是海添医院 能说吗 可以说 分到了海添医院 然后在海添医院的安宁病房 然后一直是属于驻扎拍摄 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听上去安宁病房 安宁嘛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房 用最简短的话说就是临终病人吧 就对于我们的理解 就是这些人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对是最后一个阶段 然后会在这个特定的病房里完成 就是走过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对对对算是 因为就是在我国这种东西是 就是目前还是很新 然后有几个试点 然后海添算是一个试点嘛 然后我就去了 我第一天进这个病房 首先见到的是他们那个病房的主任 然后那个病房的主任就是 他没有让我进病房 因为他说你是来这里之后 你并不了解安宁的话 你是不可以就是那么快的 介入到病人那一层次的 因为他们最就是临终的那些人来说 他们的听觉 他们的情感 他们非常敏感 对就是你的任何一个话 都有可能伤害到他 所以你会你要需要非常谨慎 这是我进去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其实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地方 真的特别的严谨 就是你在那里你 一个衍生一个动作 然后一句话 就可能伤了他们的心 甚至伤了他们的灵魂 然后他们会非常的疼痛 然后我知道那个地方的病床数 非常的有限 只有六张病床 对男三女三 对然后还有一间是告别室 对那你在就是开始 你大概就从你进入到这个病房 去观察和看这个事情 到你真正的开始接触到 第一个病人中间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两个礼拜 那在这两个礼拜当中 你是就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以及就是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觉得自己可以了 然后可以去见他们这些人 其实要说真正这两个礼拜的 那个点是一个契机 在那契机之前 秦准是一直没有让我去进去的 在那之前就是一直 那个主任会告诉我 比如说首先安宁的理念是什么 然后是就是以目前的现状来讲 我们的这个男三女三的这个病房 能接收的病人是什么 以及就是你要看到 因为他那个办公室是要开家庭会议的 就是来这个病房之后 然后要来咨询啊什么的 会有家庭会议 然后就让我跟听一直旁听 然后说起那个契机吧 是我一直在听 然后突然有一次我就觉得有一个家属来了之后 跟我的就是情感历程非常的相仿 因为很就是非常的近 在咱们拍摄纪录片之前的半年 然后我的老爷因为一线癌去世了 然后我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我认为我的老爷不该这样离开 就是糊里糊涂的离开 因为家里人一直是拒绝告诉他病情的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应该 所以就是在最后到最后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房 我想他是知道的 就是没有调留 中国式的中国式的看病 就是一直在这个里面 一个圈子里面转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梳理 他知道自己要每一步经历什么 他就不知道这些是吧 不是就是中国的那个 就是他们的看病的 就是患者和病人 就是患者和家属的关系 大概就是患者明白自己是什么情况 然后瞒着家属 因为家属知道会很难看 然后然后家属又瞒着患者 认为患者很脆弱 就是大家互相瞒着 互相瞒的一个过程 以非常善意的理由 互相欺骗对方 对对对 但是伤害挺深的 所以说当你就是经过这些 然后遇到这个病人之后 当你就这个契机进入到这个安宁 正是进去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 我好像在 在做弥补遗憾的事情 确实是 就是 后来 因为我讲了 我后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 我跟那个主人讲了 然后主人说 那你可以去试试了 我不知道你有这么一个经历 但你有的话 你恐怕大概能明白 就是生死之间到底有了一些什么 因为 因为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主人就问我说 你知道你来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意味着 你一天之内 有可能要见到两到三个病人离世 就是你会不断的面对死亡 对吧 对 就是 而且你既然是纪录片 我不了解 但是你一定要跟病人打交道 是否建立起情感这一层 是你的选择 但是一旦建立起来 剥离的时候 就很难受 那种难受 是你无法选择的 对 说你是否做过这样的准备 然后这么着 我跟他聊起来 我有这么一情况 然后亲主的他放心说 说你既然能在 就是 半年的时间内 你能跟别人去 这么平静的讲这件事情 聊开了倒就是 对 说那你应该 就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说那你 你试试看 你去 你去 做你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当面对死亡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活了二十多年 就是大家多多少少 都还是 就是 经历过一些 跟死亡很 离得很近的 这种感受 对对对 我觉得 就是可能 面对这个瞬间的时候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 就刚才大石跟大家分享的 是他自己 他的 外公离世的时候 他的感受 以及他和病人接触之前的那种感觉 然后 黄不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吗 就是 其实刚刚跟听大石聊这些 我觉得对于死亡 对我来说 死亡本身的感受 其实没有那个 在死亡这个过程中 亲人之间的情感的这个链接 来的更 更 你说更直观吗 更感同身受 我对于死亡的感受就是 可能死亡本身 我并没有那么了解 因为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 这个过程 你没有一个感同身受的 观感 或者你自己体验 但是 你能看到 我自己亲人离开的时候 包括我的老爷 我的奶奶 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能感知到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还小 我可能感知不到 死亡这件事的痛苦在那儿 但是我能感觉到 这个人的离开 他自己的情感 和这些亲人的情感的 那个牵扯 不舍 这个东西会 会更强烈一些 所以我觉得死亡 其实是那种情感玻璃的过程 他可能 病痛是一方面 但是这情感的玻璃 是更加痛苦的 可能会留给 就是会留给在世的人 会更加难受的过程 但对于死亡本身 因为我自己 包括对宗教方面的 这些知识的获取 所以我大概知道 他会经历一些过程 但这是理论上面的东西 就我一直在说 宗教其实是个方法论 你只是知道 它是什么方法 但是你必须要 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 你才能说 它是这样的 或者它不是这样 我面对这些事的时候 我不知道 是因为那时候我小 还是无知 还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 当我姥爷离世的时候 我那时候四岁 但是你到现在 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非常清晰的 记得我那天晚上是 如何醒来 接到电话 然后我们是 我跟爸妈是怎样去到医院 然后我看到是怎样的画面 然后他是怎样离开 就这个过程 我到现在都能完整的记得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一直都在病房里面 千年目睹了这个 我目睹了一切 但是我异常的平静 我既没有感觉到害怕 我也没有感觉到悲伤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是不知道死亡 到底是什么东西的 因为我小 但你知道他即将要和 就是战时的 至少是 比如说战时的 我知道他是死了 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我也没有很悲伤 我也没有很痛苦 就觉得我很平静 所以那个时候 就包括在我奶奶去世之前 我都觉得那是因为 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孩子 但是你看 但是到我 我奶奶离世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挺大的了 我已经二十几岁了 到那个时候 我就 我也是异常的平静 我知道他要离开 我知道他在家里的那个过程 我知道他要离开 然后 当我接到电话 我知道他离开的时候 我还是很平静 我就觉得 其实那个 当我很小的时候 我面对我老爷子死的时候 我可能 我就是这样的人嘛 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很平静 就是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你再悲伤 再难 再难过 再怎么样 它是不能靠你自己的意愿去改变的 那倒是 对吧 我知道他是这样的 那么 对于我来说就是 你真的离开了 我可以接受 但是 对于现在活着的我 我的脑子里有跟你有关的一切 我记得你的所有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共同经历的过程 我记得你对我的好 我记得我们相处的过程 这就够了 我知道你要去完成下一段旅程 嗯 这就是一个过程 嗯 就是这样 这个心态还 还挺难得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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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这两 这两个亲人的离世 但他们毕竟是我的隔背亲人 嗯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 未来 自己的 当我真正在面对更近一层的关系的时候 我还会不会 这么平静 或者当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不断的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 我自己内化过自己 或者我跟 看更多东西之后 我还是不是这样的心态 我现在也 没办法 就是下一个定论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死亡这件事 对我来说 它是神圣 就是很 让你需要去敬畏的 嗯 对 就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对 死亡的 态度 有的时候跟你对生命的态度 其实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 你敬畏死亡 然后你是 进而会让你对活着的生命会更加敬畏 我觉得是这种 但是我还经历过两个就是跟我同龄人的历史 第一个是我小学同学 大概是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 嗯 他那个就是真的非常突然 那也是我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回忆当中 就我面对死亡的时候 嗯 我感受到那种 嗯 其实不是恐惧 我觉得那个时候更多就是悲伤 就是他是因为一起车祸离开的 嗯 所以就是整个当时就是 会让我觉得 就是第一次感受到生命无常吧 我觉得是那个状态 所以当时真的就是整个人就已经 就是哭倒崩溃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个同龄人的临世 是在我上读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的一个高中同学 他也是因为08来离开的 然后我在当时在这个 就是我的这个好朋友的身上 他的离开 就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我对死亡的那种恐惧 就是我接到 因为同龄是不是 你年龄下 其实就是我 我当时也不觉得 那个是一个恐惧的心理 就是他的妹妹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告诉我这件事 然后之后我放下电话之后 就那么一瞬间 你整个人是那种很惊恐 然后很慌的状态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啊 就是因为你你上一次这样 他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 然后你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还就很好了 然后过了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样子 然后就有他的亲人 会告诉你说啊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就当时的那个感觉 真的是觉得 死亡非常的真实 就很不相信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怎么可能 突然间 然后你会有那种 就是无法接受这件事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那种恐慌 我真的当时生理上的反应 就是我的手一直在抖 就是大概这个事情过去两三年的时候 我都一直觉得 这个人好像还是在的 因为我没有见他 就是最后走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 就是如果现在就是有了很多知识之后 你再回头去想 我觉得可能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同这件事情 对就我没有并没有接受他 如果我接受他 他我可能会接受他后来的那些样子 但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和他这件事情 共同经历 对对对对 你失去了这个和他和解的机会了 其实但就是其实就是就是这样 我们生活就是这样 无常也就是这样 对 你你无法就是在经历过之后 我要求我我重新来过 嗯 这个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我们没有经历他之前 如果我们能知道他是什么 他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 那在这之前我们把这些功课都做好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你能说是更容易吗 还是说就是更释然自己吧 就是走的安心吧 我觉得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我们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 最后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就人中有意思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所有人的共同的夙愿 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最终走的很安心很安小 但是其实我就在想我们聊这个话题 我之前也我们俩也探讨 就是其实人还是分四类 嗯 就是对于对面对死亡的时候 其实人是分四种类型的 比如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所以我也不怕 我不怕他 嗯 第二个就是我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但是我害怕 就是我想的真实我很害怕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再往上一层就是我知道死亡是什么 这个知道就包括我知道他会经历什么 他是什么意义 然后我害怕他 就是我知道他了 我还是害怕他 最后一类人就是我知道他是什么 但我不怕他 我觉得其实我们 现在我们仨包括周围的人 我觉得能达到这个 我知道他是什么 我还不怕他 几乎为零 几乎没有吧 就很少 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就是古代历代帝王都非常怕死亡这件事情 就是从登基开始就开始休目是吧 所有炼丹嘛 所以而且他会就对 寻遍四方 然后求种长生不老的药 包括我们那个神话传说里面 吃了糖僧肉 说吃了糖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就所有的这些都在说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然后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现在这个社会 就大家不能提死 就觉得是晦气 不吉利 没事老说这事干嘛呀 就总在说这个 所以我们都很逃避去说死亡这件事情 好像大家总愿意说生啊 然后说关于生活的各种美好 向上阳光一些东西 祝您长命百岁嘛 对对对 包括就是在医院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当之前我还看过一本书 在这也可以就是在在这个环境 我们就可以直接推荐给大家 就是关于这个如何人正确去认识衰老和死亡 那叫最好的告别 然后这个里面就会讲到说 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把医院当成了一个 一定能够治好我的病 还我健康的一个场所 但事实是 就医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人们对医院的这种 错误的认知 导致了现在我们的医患纠纷 医患矛盾非常的激烈 然后说到我们这个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就是 我们其实聊这个话题也好 包括我们接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是其实是在 我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也是我们自己在 在寻求一些答案 就是我们可能终其一生 我们都希望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怎么样 才能够很很好的 走向人生的终点 很安详的离开 其实或者更直白的说 就是我们怎么样 才能死的很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 我们可以请 就是对这个事情有 有更多了解 有感性和理性层面 都了解的比我们更多一点的 大致来跟大家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因为他所在的这个病房 其实就是安宁疗护病房 就是在帮助人们实现 可以很安详 很安静平静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疼痛 会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个 一个很很好的地方 来吧 单诗 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叫临终关怀也好 或者叫 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 对 安宁疗护也好 就是他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去理解他 就是关于临终关怀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在中国 大家为什么不选择说临终关怀 因为特别的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不知道 还可以这么死 因为在现代医疗 所有人的理念 就跟刚才VC说的一样 就是大家执着于 我进了医院 我就要活着出来 救活我 对 这是一个 重望所归的一个愿望 但也慢慢成为了 医流的一个主流思想 就是以生命的标准 来证明医疗的代价 就以证明医疗的价值 所以才出现了像什么ICU急救 然后以不求任何患者的感受 然后去说我保证你活着 但是我在安宁 对 各种医器 管子全部上上 就是一个活死人 对 然后我在安宁的时间 秦准就告诉我 有一个从ICU逃出来的病人 就是他是说 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也要从ICU出来 你让我签什么都可以 对 他说我不想 就是我不想像 就是在死亡的边缘 被撑拉那么久 太痛苦了 活着是一种痛苦 对 说那种就是 当秦准看到了那个场景 和我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 我被震撼到了 因为我不知道活着 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可以用痛苦来形容活着 这个 对 用痛苦来形容活着 对 然后死了反而比较轻松 对 因为就是在他们而言 没有尊严的活着 是不算活着的 嗯 啊 然后安宁的概念就是 首先呢 你这个病人 你首先你要认同 就是我要知道我的病情 嗯 对 知情权 对 知情权 我首先要知道 我是 就是哪怕你不想知道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我还有多少时间 你得的是重病 嗯 对 然后要知病知末 嗯 知道自己得病了 且处于人生的一个末端 你要接受这一点 嗯 对 然后第二点就是 以病人所需要的一切 嗯 去围绕着他做 就是安宁疗苦跟其他的呃 其他的医院不太不太不太相同的一个理念 就是其他医院是什么是什么 以你以活着为原心去转 嗯 你病人你说你疼 嗯 只要你肌体能够 只要你肌体你还在活着 你疼你是必须要承受的 嗯 因为大家都在以活着为一个原心在转 嗯 那么安宁是以病人的原心为转 嗯 病人是什么 就像说病人说今天 我想吃冰淇淋 嗯 那就去吃啊 没有关系 嗯 对 但是我会告诉你 你吃到什么程度 会有什么样的疼痛 嗯 嗯 如果你要是说 我能承受 我就吃 对 你能承受你就吃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安宁是减轻疼痛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呃 大家都知道 呃 没有过太过疼痛的概念 但是大家都有发烧 嗯 或者牙疼 对 或者牙疼 这个牙疼 牙疼比较合适 牙疼比较合适 在牙疼的时候 你去跟他说什么 他会 他一般是没有 没有思考的能力的 嗯 对 就是在疼痛来临的时候 任何的决定 都是错误的 就是没有人会在 极其疼痛 或者痛苦 或者恐惧的情况下 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嗯 医生 就是在医院 就是在医院 患者亦如此 就是你比如说 呃 还是从我出发吧 嗯 因为我最近的经历比较多 我的奶奶也是前一段时间脑浴血 嗯 然后半身不随了 然后也是进了ICU 插满了管子 嗯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太痛苦了 嗯 然后我的奶奶在出了ICU之后 也是重症监护 嗯 她也是不敢跟她最近的 比如说我爸去说这件事情 但那次我陪护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很痛 说孩子啊 说你帮我拔了吧 嗯 我当时那个时候眼泪就下来了 因为我 就她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 我意识到 我说她很痛苦 但是我没有办法这么做 嗯 因为我没有权力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嗯 但是后来就是 也是来到了安宁之后 不 后来是这么回事 后来是 呃 就是我奶奶 呃 不能说痊愈了 当然还是半身不随 但是已经拔了所有的管子 然后脑子里的鸡也排出去了 嗯 然后现在活得非常开心 虽然她不能说话 虽然有的时候她还会委屈的哭 嗯 她发现自己走不了路了 嗯 但是她看到我们每个人在她面前 玩啊 闹啊 走过的时候 她笑了 嗯 我就非常非常的庆幸 我当时没有做那样的决定 嗯 因为她的决定 是基于她当时痛苦 她才做的决定 就是呃 我在安宁有一个 就是安宁那边有一个非常流行 但是比较粗的话 嗯 就是在生死面前没有人是可以装逼的 嗯 对 就是当你真的看到生死的时候 你内心的感觉就绝对会出来 比如说我想活着 我想活下去 就是人是求生欲 求生欲是本 本性 嗯 对 然后就是 安宁就是能做到什么一点 就是我既不会一直拽着你 不让你走 我也不会送你不管你 我也不会推你一把 让你提前离开这个人世 嗯 就比如像安乐死 安乐死 为什么中国不 不 不能接受安乐死 因为这属于一种自杀 嗯 对 虽然是别人给你注射的 但是你是自身愿意想这么做 那属于自杀 啊 是属于不能被接受的 对 然后就说回 呃 安宁的理念了 嗯 安宁的理念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家人 嗯 他的家人是非常重要 如果他的家人不能够 就是支持到他 就假如说 呃 我一个病人 我都不能 就是有权利选择 我怎么离开 嗯 然后家人一定说 你为了我们 你要活着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大部分家庭 但是是大部分 很很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这个话题又就很远 就是我特别抵触这种 你要为了什么什么而怎么改变你自己 对 你要为了什么什么人而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首先满足是个体的需求 哦 但是我今天因为我今天又为了做这个节目 又重新回去看了一下 美国的一个电影 叫医院清单 就那个里面也是 就是两个癌症晚期的患者 他们的一个类似于治疗的故事 或者在人生最后阶段的一些故事 然后你就发现 其实美国的家庭也是这样的 就是当这个 就是那个黑人老头 他扮演的那个角色 他想要去和他 就是同病房的那个 那个那个老头 一起去实现自己的临终愿望的时候 他的妻子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他不支持他的 然后会对他大喊大叫 然后说我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们再争取一下 然后你要让我怎么跟我的 跟我们的孩子们说 说你放弃了治疗 你放弃了自己 你也放弃了你的家人 所以其实 其实面对死亡 就是亲人的这个恐惧感 比要死之人本身更强烈 可能更强烈 而且有些病人家属会觉得 病人本身会很脆 因为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 亲人可能觉得 你死 你离开了 你就离开了 你解脱了 但是活着的人会 就还在这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活着的人是更痛苦的 就比如说就像情感来说 你转身走了 而我在原地 我就特别接受不了 我宁愿是我转身走的那个人 那可能就是 面对死亡的时候 亲人的感情感更是这样吧 对大家都已经默认了 你一定要在 医治无效 抢救 无效 才能走 所以就对于我个人来说 如果安乐死 不被定义为死亡 其实他本身 他就是死亡这件事 如果不被定义为这件事 我真的非常 愿意去 就是把自己的终结为 用这种方式来 来 来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嗯 就是无痛苦 对我来说 我对死亡要求 就是不要让我有痛苦 那安宁的理念就很符合 但是安宁嘛 安宁是分为四个层面的 就是身体层面的 心理层面的 社会层面的 还有灵性层面的 身心设灵嘛 嗯 这是安宁的理论 首先呢 就是疼痛分十级 嗯 三级以下 是属于不干涉你睡觉 那种 对 安宁能做到的就是 尽量 让这疼痛维持在这个 这个级别以下 那还是非常好的 嗯 对 然后让你有尊严的 自己结束 该自己走的那段路 对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就让你能体面的离开 就无论是死亡 还是任何事情上 就这个人 我觉得他能做到 当离开的时候 能做到体面的离开 都是最大的一份恩典 嗯 我觉得说到疼这件事 我就是体会特别深 就是 嗯 因为我不像大使 他直接就是 他蹲点的那个方 就是安宁疗祸的病房 嗯 而我所在的这个 拍摄的地点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是肿瘤医院 就 就大家 最疼的地方 在世界上 对 就是 因为 现在 全世界的大部分的 肿瘤医院 都是以积极的 医学治疗 嗯 为第一准则的 就是所有到肿瘤医院来的人 99% 都是希望通过 无论化疗也好 结束疼痛 放疼也好 他们是希望能够 挽救生命的 嗯 他们就是 如果如果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化疗和放疗有多大的认识 其实放疗和化疗的过程 放疗可能好一些 然后化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你将会面临着你的全身的细胞的 就是 全都被灭活 然后被杀死 然后之后再让它慢慢的就重新长出来 你将会经历 比如说有人是脱发 然后有人是不断的呕吐 然后有人是浑身就是骨头的疼痛 冷指甲 然后对 或者是你的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机能 我受不了这些 都在受到摧残 放疗和化疗依然是现在对于这种癌症患者 首选的方式 甚至大部分走进肿瘟医院的患者是 当他听到我可以进行放疗和化疗的时候 他是高兴的 对 因为如果你告诉他你不能做化疗了 也不能做放疗了 你只能吃一些口服的化疗药 或者是相对的靶相一样 那就意味着你所剩下的生命就很少了 突然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 如果是这样疼痛的直气这么高的话 但我又不想 就是这个人又不想经历放疗化疗这个过程 我可以选择去安宁吗 安宁能够帮我降低我的疼痛吗 对 说到这儿 我就要再就是细说一下 安宁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他不会接收没有到末期的病人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 就是就目前的我国的国情和 目前社会对他的支持力度来说 对 这是受局限导致的 但如果咱们抛开这个局限 他核心 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以病人的需求为最终目的 所以未来也许可能会有这个方式 就是 是的 我不治了 对 我想体面的离开 你可以选择 对 就是 在那个地方 他是这样子 就是安宁只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唯一选择 因为有的人就是 我想 我想活到我最后一刻 我是清醒的 那我就来安宁 为什么 我可以让你保持在最后 不会是被疼痛所控制 能让你在最后一刻 安排你的事情 然后与亲人体面的告别 但是 有些人就是战士 有些人就是战士 就是我要活着 我要跟癌症抗争 那我们应该也予以尊重 对 因为这是他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对 安宁只是其中一类人的选择 一种选择 而 有些人是不知道 对 但知道的话 他这是一个选择 其实最痛苦的状态 是不知道的状态 是的 对吧 就是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选 我不知道我还能选 我只能走这条路 那我要忍下去 对 而且就是刚才 那个疼痛的话题 就是 因为我在 目前就是在 中国医学科学院 种人医院 他们会有一个科室 叫综合科 然后他们会专理 专门设立了一个门诊 叫止痛门诊 这个是我之前 在比如这种 综合性医院 从来没听过的 或者是 就是他 我对他了解不是很多 在止痛门诊里面 我因为跟过很多次 这个他们主任的 这个门诊 然后我觉得 给我当时 冲击最大的 就是这个主任 会跟来看病的病人说 你有疼 就一定要找医生 来帮你看 你有疼 不要忍着 就是癌痛 就是癌症带来的疼痛 是很正常的 但是并不是 你必须要忍受的 癌症是可以不疼的 就是可能对于 我们健康的人来说 我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 就是有一种解脱感 你知道吗 所以给我的冲击 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正常 普通情况下 可能我们觉得 这种小头 你就这么娇气 你觉得太事多了 或者是我忍一忍 就过去了 但是对于 癌症病人来说 当然可能对于 普通人来说 你是不能够 滥用这种止痛药的 但是对于 癌症末期的患者来说 是以控制他的疼痛 带给他的伤害 最小化为核心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他真的 吃这个止痛药 只管两个小时 那我就每两个小时 都吃一次 这都没有问题 而不是说 这止痛药 我就一天只能吃一瓢 然后我吃完了 这疼 我就得忍着 就其实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让我感觉 突然有了一个 重新的认识 所以有些时候 为什么说 有些人不愿意去医院 提到这个号题 一是怕疼 二是怕被审判 就是医生 是审判你的 而不是站在你的角度 去帮助 替你想 对替你想的 就是那个逃回来 从SU逃过来的那个 他的家属 非常疑惑的 在跟我们说 说医疗难道 不是帮助人的吗 你想 是啊 是帮助人的呀 但是为什么人会害怕呢 人为什么会难受呢 如果医疗是帮助人的 那你应该帮助 不让我难受啊 但是医疗的目的 好像跟人的诉求 是不一样的 而并非帮助人的感受吧 对 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的医疗很奇怪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说的 普通意义上的 医院 就是这种普通医院 它治的是病 但是我觉得安宁 治的是人 就是大家关注的点是不一样 因为刚才大石 就是简单的涉及到了 说现在这种安宁疗户的理念 涉及到身心社灵 四个方面吧 那我们可以就是 分别 就这个具体的 再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所谓的身心社灵 是指什么 然后目前 就我们所了解到的 有哪些人在做哪些事情 是可以让我们去 有途径找到他们的 比如说像身 你刚才说到的身 就是身体嘛 就是有一些 这种安宁病房 是可以帮助人缓解 就癌痛的 对 身是指身体上的疼痛 安宁病房跟临终关怀 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或者有什么差异 因为我们现在 市面上能听到的吧 就是临终关怀 然后安宁疗户 然后还有缓和医疗 对 有这么多就是 分类 分类 但是大家感觉 这些又一样又不一样 然后 差在 对 跟那个安乐死 有什么区别 就是 怎么说 安宁 这个词 安宁是个理念 就是它不单单局限于 医疗 对 不单单局限于 它可能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地方 都有体现 但这样 当然是个后话 因为医疗起来就很大 但是安宁疗户 这个词 大概就是 现代版的 缓和医疗 对 那临终关怀呢 临终关怀是 就是缓和医疗 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 你这个人 从生病开始 然后到 人离世 这一段时间的治疗 拥有 安宁的 里面的治疗 用安宁的方式来 对 叫缓和医疗 那么临终关怀是什么 是在你 缓和医疗的 这段历程里面的 最后一段 才叫临终关怀 对 它只是 其中一部分 所以人是先要进入 这个 先去经历 这个 安宁疗户 这个过程的 最后的阶段 是临终关怀 是的 但其实 我们 最理想的状况 就是把 能把这个 安宁的理念 终其一生的 把它贯穿下来 可能是 我们要追求的 最高理想的 那种感觉 然后 这样我们可能 那个所谓 临终关怀的部分 的压力 就不像现在 那么大了 就现在 好像最后 就全都扔到 最后这个阶段了 然后 你关怀好了 好像这人 就能够解脱 所有东西都 就包括亲人的压力 医学的压力 然后病患的压力 最后都靠这个 临终关怀 这个几个字来 来堆到这儿 像那里主任 就说到了一个比喻 就非常的恰到 就说 关于临终 是有多么大的压力 就好比 现在我们根本 不知道什么 叫安宁的情况下 然后来到了 临终病房 就好比一个 你让小孩子 去读 博士的学位 这是不可能的呀 你让他 以极快的速度 接受说 你要让病人 知道他的病情 他才会走的 安心 是不可能的呀 然后临终的 我在临终 那个病房里面 最长最长 不超过四个礼拜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灌输人们说 这个理念 那绝对是 背道而驰的 因为其实他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 接受过这些东西 没错 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在病痛的同时 伴随病痛的同时 来接受这个理念 可能真的非常难 就非常难 因为就是在 不理智的情况下 你的聊天 你的会谈 是没有效果的 对方是不接收的 对 你只是把你的输出 出去了 对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 就是比如说 以一个 一个案例 不一定是具体的 某一个人 然后就是 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如果 比如说他要选择 进入到安宁病房 他即将要经历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的医生 和这里的医护团队 会在每一步每一步 来帮他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经常会 就是看到一些来 就是来咨询的 是这样子 如果是海淀医院的话 首先你要挂海淀医院的 安宁疗户的号 然后呢 就现在目前为止 有几个比较严格的门槛 第一首先是 要是癌症的病人 只有癌症才行 只有癌症 癌症末期 对 然后其次是末期的病人 至于生存预期 还要多久 那是由 就是那个科室的主任来 然后你要带着 那个病人的资料 对 因为病人都是末期 所以第一次来的话 不用带着病人本人来 对 然后主人会问几个问题 是需要你去 就是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就是不同意 不同意 对 但是你要说 你真实的心理感受 因为这样直接决定了 你是否能在 安宁疗户这个 病房里面 受到全方位的照顾 或者说 能做到全方位的配合 第一点就是 病人要知病知末 不用知道具体什么病 但要知道自己得病了 且是末期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当 病人的疼痛 和延长生命 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 选择哪一个 你选择哪一个 如果你选择了减少疼痛 对 你就可以来到这里 第三点就是 安宁病房是不做 关于病症针对性的治疗的 对 就是首先你要放弃你的治疗 像化疗 放疗这种就别来了 就不会的 对 但是你要说 因为减轻疼痛而做的治疗 是可以的 对 然后第四点就是 你要确定 不做生命结束时的抢救 对 所以这就是 我知道我要死亡 所以我来到这儿 而不是说 我还有一线生机 我想试一试 然后来到这儿 对 或者还有遇到了一些 比如说 我实在没有病房了 我没地儿可以去 因为比如说 我是癌症默契患者 然后像大的肿瘤医院 看到你没有任何治疗价值 他是不会接受你的 对 那这种怎么办 他混熟吗 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说 不要做欺骗性的回答 因为有人这么做了 然后来到了安宁病房 然后患者要求去做治疗 就是你有什么能让我活着的办法的时候 信息出现了很大的鸿沟 于是患者本人就 当时就崩溃了 就是因为安宁病房是一个 本来让病人安全的地方 对不对 现在就因为他的这个做法 因为他家人的做法 变成了一种抛弃 就是你居然不管我了 是这种想法 那这个 这个人和这个精神是不可能安宁的 然后这种没有办法 那你能怎么办 病人在痛苦中离世了 等于失去了这个安宁的意义了 然后病人的家属也非常的痛苦 然后病人本身走的也不安详 这就是就是你 那个欺骗带来的代价 这按照群准的话说就是 那你只能承受你的选择 对 这可能是你要经历的东西 你只能选择承受 因为你做出了选择 对 那接下来比如说这个人的评估都通过了 然后他进入到了这个安宁疗护的病房 那接下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 就是被这个医护团队 怎么样来对他进行相应的疗护呢 这一点是和其他的病房都不一样的 也是其他大夫不是不想做 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做 做不了 对 因为时间 如果你入院之后 入院之后那个病人 主任会跟他们去进行一次 非常非常深度的聊天 大概能持续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这是任何一个主任 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他没时间 管那么多 他会进行一下 就是你有什么爱好啊 然后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 你的生活状态 平时起居是什么呀 然后你对你的病是怎么看的 然后就是 如果我每次跟你进行了一些检查 你需要知道具体的内容吗 就是他所有的询问都在基于这个病人 病人家属 你可以选择在旁边听或者离开 但是你中间你是不能插话的 对 然后还有比如 聊完这些了 然后说那好 我们有很健全的志愿者团队 可以去为你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你喜欢看报 OK啊 每天都可以给你拿新的报纸来 你喜欢听京剧 你可以在旁边听啊 就感觉像是 就是最后实现愿望的地方 对对 你就是就是为你实现人生 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比如说 他说 哎呀 再谈个恋爱吧 哈哈哈哈 那会有人跟你聊的 或者比如说会有 你想要 比如说见一下你 你身上最想要的人 这件也可以啊 可以做到了 可以帮你去协调 太暖心了 我们我们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有时候也会就是把我叫上 比如 我知道你跟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 我比较能联络 然后就说 像陈奶奶这种 像陈奶奶这种 然后说比如说 想见他之前非常好的一个玩伴 嗯 然后因为都是老同志了 没有联系 就各方去找 然后最后找来了 那还是挺挺棒的 对 然后 人家有真情 人家有真爱 全部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就是算是能帮你做这些事情 而且他能用最少最少的钱住在这里 嗯 因为他没有什么 大半是个能说这个标准 两千左右吧 应该就是住院费 一天一个月 一个月 应该就是住院费 就是除了住院费 几乎没有任何的 因为他没有过度治疗 嗯 对 然后两个礼拜左右 嗯 然后主任会根据病人本身的情况 开一次家庭会议 嗯 家庭会议的要求是所有要为 就是所有要和病人去做决定的这些人都要到场 然后进入进一次比较深度的访谈 嗯 内容大概是病人现在的病情 嗯 以及病人预期将要什么时候会有一个 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对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以及什么时间大概会离世 嗯 对 然后要征得所有在场人的认同 嗯 还有就是病人会有一些 嗯 病人会有一些要求 嗯 嗯 然后需要家人去合作去完成的 比如像我们之前的那个陈奶奶 嗯 就是 嗯 为她的最后一次生日 破生日 对 最后一次生日 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准备 嗯 嗯 就还挺好的 对 所以听完这些就是除了你对这个在安宁疗户里面的这些患者 你觉得很他们应该会很安心以外 嗯 同时你会觉得这些医务工作者真的挺了不起的 嗯 就三个哦 对啊 就是只有三个人在在做这这件事 嗯 而且对家属来说也也很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就是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就是关于对于遗属的那个照顾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点 是这样 对 是因为安宁的理念从来就没有限定在呃病人离世之后 嗯 对 这个人走了以为就结束了 对 其实并没有 安宁的理念是甚至从你生病前就已经做的事情 就是你安宁就是你要认同你要认同死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是一个是一个生理的过程 嗯 然后但是安宁的理念是生者心安死者灵安 嗯 对 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你在离世之后病人离世之后那家属的哀伤也是存在的 所以对他们就是哀伤的辅导和哀伤的支持也是这件事情的一个 所以这真的还挺像就是佛教关于这个人他会经历死亡的几步 嗯 然后这个这个过程中同时就是特别需要家属的配合 没错 他说神识离开身体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的灵魂还是能感知到一些东西的 他只不过不是以我们现在本身这个肉体的形式存在 但就是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家人的痛哭 你家人的嚎啕 其实是扰乱他就是去去经历下一个阶段的这么一个就是困扰吧 嗯 而且他这个遗属的对于遗属的关怀不是仅停留在比如说 去世之后 去世之后的一周或两天是很长的一个周期 其实也不是全之后 那就是49天还是按这49天来走呢 不不不甚至更长 主任跟我说没有哪一个就是对于遗属的那个心理疗户是在死者之后 其实在死者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其实通过进行 对就他知道他死者知道他生病的这个时候开始 已经开始要进行这个工作 对于遗属来说他就同时要经历这个过程 对因为遗属的内心其实已经完全知晓 他离世是很快的 大家都带着一份恐惧 本人带恐惧 家属也带着一份恐惧 主任跟我讲说 说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恐惧 我说情况有很多呀 主任说其实大致只有意中 就是未知嘛 就是未知 对就是未知 但是说 那你只要说安宁你怎么能支持到他呢 很简单 为什么他会恐惧他未知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他把搞砸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你能做的就是你告诉他这么做 你就要告诉他你要四道人生 你要对他道爱 道谢 道歉 道别 你要把这些事情做全 那他就会走得很安心 你要告诉他 你走了之后你放心 非常非常细致啊 我会照顾好阿妈阿狗 我怎么照顾 我每天会 也觉得就是你一定要说 非常具体 你别说啊对不起啊 我以前做的都不好 然后希望你 我觉得这都没用 对 一定要说到很具体 按主任的话说 就是你要让 你要让即将离开人世的人 在眼前 在想象里 能想象到你是 怎样抓 抓起了一座小狗粮 怎样放到了他的盘子里 他的脑子里 他在脑子里有一切 他走了之后 具体的印象 具体的就是你的 你的行动 你的每天 他能带着想象离开 对他带着想象离开 他会认为 我自己以后还能看到你这么做 我会非常的心想 我没有走 对我仍然 我仍然能能记住 看到你们 然后 然后那个家属 一边说着这些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在疗愈自己的过程 就是 就是 我告诉你 我可以做完这些事 你可以安心走 我也可以继续 他也会发现 即使你走了 我刚才叙述的这些事情 我也完成了 就是即使你 没有你 我也不会说 我一切世界一切就崩掉了 对我也发现 原来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 这就是一个 慢慢彼此放手的过程 对 其实应该是这样 甭管 就不管世间各种离别 就能做到 彼此有爱 然后不执念 然后平静的松开手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过程 对 就比如现代医学 很简单 就是一个拔河的过程 那医生在跟谁 生死 对 地狱主 医生在跟谁拔河 在跟死神拔河 那么中间的那根绳是谁 是我 是病人 是病人本身 所以那个是最痛苦的 就被撕扯的 对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一期聊到这儿 就觉得 就是既沉重 又觉得还挺 有一些希望的 安心吧 我觉得 对 是有希望的 是有希望的 然后那我们就是 其实关于死亡这个话题 和安宁聊户这个话题 还有很多值得去讲 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会在 下一期节目当中 继续跟大家分享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You can hear a whistle blow 100 miles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five 100 miles from my door